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书 十种财源一生财富 什么叫十种财源呢 就是我们不要只是拥有一项的收入来源 我们要创造出多种的收入来源 不断的让现金流流进我们的现金流库 也就是大海纳百川 十种财源一生财富 理想的情况是 我们有十笔的财源分别流入我们的口袋 那可能是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成功的 可能是一个长城的计划 理想的是在往后的十年之内 我们可以每年开辟一项的新的财源 这是一个目标 是可能达成的一个方法 如果我们的收入增加 但是我们的支出也同时变得很大 那是不行的 那只不过是让我们过一种更加奢侈的生活 每个人呢 我们都应该做投资者 但是不是做投机家 因为只有非常少非常少数的投机家 会获得最后的胜利 那什么是投资呢 投资的定义就是 我们去购买具有增值能力的资产 这个叫投资 投资和投机有什么区别呢 投机是高风险的 投资是适当的风险 投机是追求短期暴力 投资是追求长期的稳定的报酬 可见这两种是不一样的 投资者里面呢 也有两种人 一种是固执的 一种是犹豫的 胜利者往往是固执的人 好像巴菲特 手持几只的股票 他持股很久很久 几十年都持着那些股 所以呢 他是一个固执的人 结果却非常的成功 这本书呢 告诉我们呢 有三个阶段 我们可以走的 第一个阶段叫起步 就学会控制我们现在的现金流 养成有效理财和投资的好的习惯 这是起步 第二步就是累积 就开始要把不同来源的收入啊 组织成特定的财源组合 让我们的财富呢 持续的成长 第三步呢 就是要学会一套财务的策略 不但保有财富 未来呢 还可以把财富的策略和财富 传给我们的后代子孙 这个是第三步 我们现在就跳到第二步 就是累积 我们要拥有十种的财源 过去很多的家庭呢 是靠单薪收入啊 一种收入来过活的 那现代社会的发展呢 很多家庭都要仰赖双薪 双薪都不够 所以需要不同的收入财源组合 万一有一个链条断了 那其他的可以补上 还有调节的空间 十种财源 那我现在不一定讲十种 但是下面呢 供你参考 第一种财源叫投资股市 各位知道长期下来 股票增值的速度 比任何投资形态 都要来得更快 那投资 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嘛 投资股市 第一点呢 是计划持有投资 20到25年 因为你持股越久 这个风险就越低 如果你趁着股市啊 大起大落的时候 买卖股票 不赔钱就算你走运了 如果你持有股票 持着十年 25年 那股票的浮动 那几年 下跌的那几年的损失 你就可以弥补 所以持股啊 要持久 这个风险就越低 另外呢 你可以购买指数型的基金 投资指数型的基金啊 等于自动的分散了风险 把风险啊 分散到整个市场 而不会受限于少数几只股票的绩效 投资指数型基金呢 等于读整个市场会上扬 这是比较稳定的 稳当的下注方式 还有一点 就是每个月增加一点投资 很显然 你越早投资呢 钱为你工作的时间就越久 那大部分的人呢 不可能一下子 有一大笔的钱做投资 如果我们等到累积了一大笔的钱 才做投资的话呢 也许我们永远不会跨出投资的第一步 所以有几千块 你就可以慢慢的学习做投资 那当然有一些办法 比较安全的办法帮助我们 比如说投资巴菲特的专业知识 既然巴菲特已经被证实 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投资者 那我们可以投资啊 一些与他相关的股票啊 请他来帮我们管理投资基金 另外呢 投资记录最悠久的共同基金 也是个好办法 凡是长期至少十年 绩效表现最优良的基金 显然他们的投资策略是正确的 那这些基金呢 未来还有胜算 所以可以买进 另外我们可以投资老牌理财顾问 所推荐的股票 还有我们可以投资道琼工业指数中 股价表现最差的股票 还有可以考虑投资抢化型指数基金 下面呢有一些投资股票的规则 真正把钱投入之前 我们先用纸上的投资组合练习操作 先在纸上建立成功的记录 然后呢不要把输不起的钱拿去投资 在投入这几类的投资标的之前呢 尽可能的把功课做好 我们也可以找一位师傅 懂有戏规则的人 花一点代价 请他们教我们如何操作 不要把太多的鸡蛋 摆在同一个篮子里 设一个上限 投资单一交易的资金 别超过5%到20% 要谨守这个原则 记住任何人在多头市场上 都看似风光 遇到空头市场的时候 回过头来只上谈兵 别再继续亏钱 这是十种财源的第一种 投资股市 第二种的是买进持有房地产 我们都知道啊 房地产会随着时间来增值的 那如何来买房地产呢 有一个办法是找积极的卖方 什么叫积极的卖方呢 他巴不得他手中的房源赶快脱手 很着急要卖掉 这样你就能够有一个好的价钱 买到房地产 你可以通过阅读报纸 一些信息啊 到熟悉的地段附近去兜一兜 然后呢 跟负责没收抵押平的银行行员呢 聊一聊 参加房地产俱乐部等等 从各种消息的渠道 获得积极的卖方 另外呢 我们如果买下了不动产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有的人呢 会以房东的身份 把房子租出去 让别人替他还这个房子的钱 结果呢 若干年之后 这个房子就完全属于他 他自己不需要付太多 这是一种赚钱的方式 另外呢 有的人买这个不动产 买房地产呢 然后就转卖出去 赚一个差价 这也是一种方法 理想的话呢 你可以每一年都买一项不动产 另外还有一种房屋叫法拍屋 就是法院拍卖的房屋 如果你注意法拍屋的时机 在法院尚未提交不履行告示之前 在公告法拍之时 在正式的法院拍卖场合 在法院拍卖之后 我们可以拿到法拍屋 因为人越给予脱困 我们可能拥有的弹性就越大 这是第二种 财源 买进购置房地产 第三种利用网络营销 利用网络营销 那你如果想要开展网络营销的生意呢 一定要找对公司 在决定加入这个网络公司以前 有一个问题要问清楚 我必须让多少顾客注册 我才能够每月多赚 多赚一个500呢 当然了 这个数目是越低越好 还有要利用最棒的营销系统 很多人营销的时候让别人讨厌 所以营销的时候你要留意啊 你不一定要把产品卖给每一个人 像每一个人兜售 你可以想在这么多的朋友当中 有多少人他是有可能的 比较可能不会反感的 你收编他们 是吧 这是一个办法 所以不要强人所难 那不好 好 下面呢 一个裁员的来源是成为资讯创业家 什么叫资讯创业家呢 你锁定大家很有兴趣的领域 然后呢 你开发出令人难以抗拒的持续性营销计划 通过印刷屏啊 多媒体啊 电话营销啊 数字网站啊 个人诉求啊 访谈演讲 研讨会等等 你对潜在顾客提出了明确 而且是振奋人心的承诺 那是其他人没办法相提并论的 还要和顾客建立长远的关系 好的资讯 争取到顾客之后呢 接着会努力推动每一个顾客 然后逐渐的提升消费 20欧元啊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服务 100欧元有什么样的服务 200欧元500欧元有什么样的服务啊 逐渐的推动 推动他去参与啊 和顾客建立长远的关系啊 这是智慧的一种做法 还有一种裁员呢 是出售智慧财产权的使用权 你可以想出授权别人使用的点子 也可以赚钱 你可以开发自己的品牌和商标 然后授权别人 利用那个品牌和商标制造产品 或者你取得他人新构想的授权 以这种新构想建立自己的事业 比如说比尔盖茨 从另外一家公司取得DOS 作业系统的使用权 再用授权的收入建立微软 那或者呢 你取得销售某项产品的权利 看看有什么新的趋势出现了 看看有什么新的产品出现了 你主动找那些人 问问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是不是由全球授权 你可以拿到授权 还有看看哪一些发明家 还有作家 他们的点子还没有被充分利用的 和他们联系 看看能不能授权给你使用 一旦获得授权 想想看是否可以找一个制造商 这是一种裁员收入的方法 还有一种裁员收入的方法呢 现在是网络的世代 可以建立一个网络的事业 那如何建立网络的事业呢 你试着把自己当成是潜在的顾客 想想看 顾客最可能以哪一种方式尝试找出你的网站 用这样一个角度来帮忙 帮助你建立一个网络的事业 这个是十种裁员和大家的分享 那最后一个阶段呢 第一个阶段是起步 第二个阶段是累积 第三个阶段是传给后代 所谓传给后代呢 不一定就是把所有实在的财富都留给后代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后代如何保留财富 如何赚取财富 如何用财富做有益于大众社会的事 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而不只是把财富留给后代 所以这里面的内容是颇多的 一个人成功的累积财富之后 必须懂得如何保护财富 如何用财富来造福后代子孙 造福社会 我们知道有一些术语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例如有限责任公司 那表示只负有限的责任 生前信托 可以避免遗嘱的认证 别忘了我们要特别针对遗产 要做彻底的规划 如果一个人已经创造了多重的收入 那现金流有很多汇聚在一起 财源的组合 那你现在要问 为什么我这辈子要赚这么多的钱 这么辛苦工作 我打算如何处置这些钱 当然了 不管你如何处置 富有还是很不错的 另外我们也要提醒自己 时间就是金钱 永远记住时间的这个成本 下面有一些话 是帮助我们如何有效的时间管理 也帮助我们做一个更有成就感的人 丢掉代办的事项 用重要的事项来取代 每天多花一些时间 在重要的活动上 练习正向的加强法 换句话说 每当我们做对一件事的时候 可以给自己一些奖励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每一个人 一些企业人士都知道 任何被评量和奖赏的事 最后都可能会成功 所以你只要这样做 就会留下成功的纪录 永远要在一天刚开始 头脑最清醒的时候 做你最害怕的事情 把这些石头搬开之后 其他事就好办了 每天要花几分钟 可以是15分钟 计划一整天 接着呢 开始工作 这样你的生活和愿景 就保持一致的步调 你不会像一个无头苍蝇 每天我们要做一点运动 这样我们工作起来 就更加带劲 更加的持久 也让我们的思考 更加的清晰 另外我们要设法 让我们等待的时间 发挥生产力 我们一定会碰到等待的时间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我们每年呢 要替每项的裁员 设定明确的目标 然后我们每天神视这些目标 依据这些目标排定活动 专注专注 做任何事都要绝对专注 做完之后再进展到下一项 还要学会有效授权 注意不是学会授权 学会有效授权 不管做什么都要打铁趁热 别等到万事俱备才行动 在成功的路上要有失败的准备 每天花几分钟检讨 哪些事情做得好 哪里还需要改进 好了 这本书和大家分享完了 希望你每年都会开创出一些现金流的收入 也希望你成为一个投资家 不是投机家 是投资家 希望你生活过得越来越有智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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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